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看題目一看感覺好像很複雜 其實有耐心慢慢做 大概就可以抓到這個數列的一個規律 一開始他想要去看A6 那我們就是先把前面的先慢慢的寫出來 所以從A1開始 就是說A1-A0 A1-A0現在是基數 所以會得到的是那個 5分之1-3分之1 這位是負的 接下來A2-A1 會多一下5分之1的平方 接著A3-A2 那這邊1五分之1的三次方 減掉1三分之1的三次方 這樣一直下去到A6-A5 那就得到的是五分之一的六四方 減掉三分之一的六四方 那現在要算A6就把它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這裡只剩下A6 那這邊就分兩串 第一串是這個的公比為五分之一 首相為五分之一 第二串是 這裡會一三 更正一下最後這裡沒有這個 應該是一三五 在A5減A4的時候 會再多一項這個 所以它就分成兩個 第一項是五分之一開頭的等比到五分之一的六四方 另外這三項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三次方 三分之一的五四方 那接著呢 第二小題是想要去看這個的值 其實大概這邊就可以抓到一個規律 所以LIMIT 對 MG均勻無限大的A2N 這邊就會變成首相五分之一 一一減掉五分之一 就得到這個五分之四 還沒完 還沒完 然後減掉那個後面的 後面的就是三分之一 一減掉九分之一 所以這要得到的是四分之一 這四分之一減掉這邊是九分之三 所以等於是減到八分之三 就等於負的八分之一 對 這是無窮的時候 這兩個 他想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這邊 就是會 這邊會一直往負八分之一靠近 再配合這個 這個式子就是跟你說 後項減前項都是負的 表示他一直在變小 可是極限是負八分之一 所以他就是一直怎樣的 A2N從0開始一直往負八分之一 一直一直的絕對的跳動 絕對跳動 因為他這式子就是要說 如果你能夠說他一直在變小 但是最後會靠近負八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會位在這個範圍內 那這個 這兩個相減 我這邊也是不給嚴謹證明 只是稍微看一下 這兩個相減 其實最後的差 會在這邊 就是說 A2N加2 減掉 A2N 其實就會得到了 五分之一的 2N加2 加上五分之一的 那個2N 加1 然後減掉 三分之一的 那個 2N加1 那接下來 我們怎麼說 這個東西小微0呢 其實 這裡可以再稍微整並一下 就是說 我們先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這邊五分之一的 那個 這裡是 五分之一 在 這裡有個五分之一可以提出來 我們現在 我們不全體 比如說我們可以寫成 就是 五分之一 那這裡是二十五分之一 減掉 這是三分之一乘上三分之一的N次方 好 那我們現在這裡 你看 三分之一的2N次方 這個 這個比較小 那這兩個來比呢 這兩個來比 二十五分之六又比三分之一還小 所以這兩個 小的乘小的當然會小於這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確定 這個東西 小於0 那根據這小於0 根據剛剛 一直往這邊靠近 所以我們就可以確定 它其實是會位在這個範圍內 不過這不是一個很嚴謹證明 只是強調說 為什麼有這兩個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推論的 直觀判斷的感覺